您好,欢迎来到天文学通时 前几讲啊,我们一直把太阳系当做一个整体来介绍 这一讲呢,我会为你介绍一个太阳系下的子系统,叫地月系 地月系,别看这个名字是什么什么系 感觉是和太阳系啊,银河系啊,一样复杂的系统 其实它很简单,地月系呢,就是地球加上月亮 地球是中心,月球围着地球转,这就是地月系 不过别看这个系统这么简单 但是它却非常非常的奇特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月球的个头啊,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地球是一个篮球的话,那月球相当于一个橘子的大小 你可能会觉得啊,这么看,月球似乎也没有很大呀 那你别拿它跟地球这样的行星比啊 你要拿它和其他的卫星相比 水星和金星没有卫星,所以我们先来看看火星的卫星 火星呢,有两个卫星,火卫一和火卫二 你可以猜猜它们有多大 一个半径是12公里,另一个是6公里 月球的半径是多少呢?1737公里 它们也就是月球的零头 如果月球是篮球这么大的话 火星的卫星相当于是一粒沙子的大小 那是不是说月球就是所有卫星里面个头最大的呢? 也不是 木星就有三颗卫星比月球还要大 其中最大的是木卫三 它作为一个卫星呢,个头比作为行星的水星还要大 木卫三也是太阳系中个头最大的卫星 木星的卫星当中个头比较大的,还不只是木卫三 同样量级的还有好几个 不过呀,别看它们个头很大 但是它们和自己的行星相比,却小得可怜 如果把木星当作是篮球的话 最大的木卫三也只相当于是一个绿豆的大小 你看是不是比月亮这个橘子小多了 之前我们讲太阳系诞生的时候呢,说过 行星啊,其实就是太阳诞生的时候剩下的边角废料形成的 其实大部分的卫星也差不多 它们是行星诞生时剩下的边角废料形成的 当然也有特别的,比如火星的两个卫星 根据现在的研究呢,它们是火星诞生以后 从别的地方捕获的小行星 不过不论怎么样吧,卫星跟它自己的行星相比 都不应该像地球和月亮这样,大小这么接近 所以天文学家们一直觉得月球的形成一定有着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就有一种流行的说法 说是月球啊,是从地球上甩出去的 太平洋就是月球被甩出去之后留下的一个大坑 提出这个猜想的呢,是达尔文的儿子小达尔文 当然这个想法还只是纯粹的猜想 那目前最流行的理论是哈佛大学天文学教授卡梅隆首先提出的 他相信,月亮的形成是因为一次天地大碰撞 这次碰撞比恐龙灭绝的那次可厉害多了 就在地球刚形成的时候,地球轨道上还有另外一颗行星 这颗行星呢,大概和火星差不多大 也就是现在地球一半的大小 它和原始的地球都在绕着太阳旋转 但是它们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接近 最后干脆直接撞在一起了 这次剧烈的撞击,把两颗行星全部都撞碎了 大量的碎片抛向了外面 后来这些抛出的碎片在引力下又重新聚集在了一起 这次才形成了现在的地球和月亮 那颗撞击了原始地球的行星呢 天文学家也专门给起了个名字 叫做Tia 神话中它是月亮女神的母亲 这个理论现在看起来感觉充满了想象力 但是它能被大家普遍接受 可不是因为想象力丰富 而是它有丰富的证据 这个理论的提出呢 是上个世纪70年代 那个时候人类已经登上了月球 已经对月球的地质情况 做出了大量的分析和研究 月球和地球的岩石年龄基本一致 而且物质成分也非常接近 这就说明它们曾经是一体的 但是它们又有各自独特的结构 这也表明它们很早就开始独立演进了 不可能是后来才分开的 我这里只能是大致的讲一下 具体理论的验证还要严谨得多 这才是科学家普遍接受这个理论的真正原因 而且随着我们对地月系形成的了解 我们对这一类相似的情况就有了更好的理解 就比如说冥王星吧 它的情况就和地月系有些类似 冥王星有一颗卫星叫做卡隆 在罗马神话里 卡隆是冥界划船的船夫 所以就用这个名字来给卫星命名了 卡隆的个头和冥王星就很接近 甚至比月球和地球还要接近 如果冥王星是篮球的话 卡隆就相当于是一颗大柚子 卡隆是怎么出现的呢 现在理论认为 在早期的时候 这里发生过两颗矮行星的大碰撞 碰撞的主体变成了冥王星 跑出来的碎片变成了卡隆 不过因为卡隆的个头太大了 现在的天文学家认为 卡隆的地位应该和冥王星是一样的 不应该仅仅是它的一颗卫星 所以也会把冥王星和卡隆 看作是一个双星系统 这一点还是和地月系不太一样 你看冥王星这么远 在2016年的时候 人类的探测器新视野号 才第一次靠近了冥王星拍了照片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对它和卡隆的形成 做出推测 这全靠我们对地月系诞生的研究 讲到这里 我还是在介绍地月系 对天文学这门学科的特殊意义 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 卫星或者双星的诞生机制 但是 我们研究地月系更重要的是 它对我们地球上的生命太重要了 甚至有人认为 如果没有月球 现在的地球就不会这么繁荣 为什么呢 你有没有想过 假如没有月球会发生什么呢 没有月球 可不只是不能吃月饼这么简单啊 没有了月球 地球的潮汐基本上会马上停止 而且原来被月球吸引着的海水 忽然没有了引力 就会涌入其他地方 造成大海啸 那刚才为什么说潮汐基本上会停止 而不是完全停止呢 因为太阳还有引力 它也是能够产生潮汐的 但是与近距离的月亮相比 它的影响要弱很多了 这是我们在假想 现在的月亮忽然消失了会怎么样 那要是一开始就没有月亮呢 地球又会怎么样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呀 我先问个问题 你觉得潮汐的能量是从哪来的呢 现在地球上主要的能量都是来自太阳 但是也有用潮汐进行发电的想法 太阳的能量是来自于核聚变 那潮汐的能量是来自于哪里呢 潮汐的能量呀 其实是来自地球自转的能量 地球自转一圈是一天 月球绕地球转一圈呢 是一个月 地球的旋转速度是远远大于月球的 所以月球通过引力 就会给地球拖后腿 让地球自转变慢 你可以这么来想象啊 把月球啊 当作是地球的刹车片 刹车的时候 刹车片会把动能变成热能 月球给地球减速也是一样 海洋发生潮汐的时候 海水就会相互摩擦 最后自转的动能 也就变成了热能 消散掉了 所以地球自转 是在变得越来越慢的 如果时间长的话 甚至会让地球自转 和月亮旋转的速度同步 那样的话呀 地球上就只有一个面 能看到月亮了 地球的另一面 永远也看不到月亮 这就叫潮汐锁定 多说一句啊 这种减速作用呢 其实是相对的 我们也会对月球的自转 发生减速运动 别看月球上都是岩石啊 但是刚诞生的时候 它可还都是岩浆 而且就算是岩石 也会在引力的影响下 发生细微的变形和摩擦 仍然能把自转的动能 转化成热能 其实啊 月球早就被地球潮汐锁定了 所以它才会只用一面对着我们 永远也看不到月球的背面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还是讲回地球啊 其实还可以反过来想 如果没有月球 那地球是不是会比现在转得更快呢 的确是这样 到底能快到什么程度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在恐龙的时代 地球自转一圈 也就二十多个小时 如果倒退到十亿年前 那就更短了 只有十个小时 地球自转快了 你可能还觉得没有什么 一天只有几个小时 反而还会是一个奇特的体验 但是 接下来月球的这个作用 你可能就无法忽略了 月球不只是地球的刹车片 它还是地球的稳定器 旋转的陀螺 你一定见过吧 你有没有注意到过 陀螺旋转的轴 其实是在摆动的 尤其是在快要停止的时候 那个轴的摆动幅度是非常大的 地球就像是一个旋转的陀螺 南极和北极的连线 就是这根旋转的轴 也就是地轴 地轴是会摆动的 也就是它和黄道面的夹角 是会变化的 在几万年的时间里面 这个轻角是在22.1度 到24.5度之间摆动的 现在的轻角呢 大概是23.5度 这是因为 有月球的引力在旁边牵制 才会有这样的稳定性 如果没有月球的话 这个变化幅度 是有可能达到50度 甚至更高 在中学的地理课程 我们就学过 地球的热带 温带和寒带的范围 是和这个轻角 密切相关的 如果轻角到了50度的程度 那么地球将会有大片的区域 要么半年晒不到太阳 要么一晒就是半年 那样的话 地球的气候 肯定会非常复杂 可能会非常不适合生存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 如果没有月球 地球会远没有现在这么繁荣 总之 我希望通过这一甲 让你了解月球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月球 我们的地球真的会非常不同 为你做个总结 这一甲 我讲了月球和地球之间的关系 首先呢 月球和别的卫星相比 个头太大了 地月系是一个很奇特的系统 其次 月球的形成啊 是还没有完全定论的问题 目前的主流理论认为 是在太阳系的早期 原始的地球 和另一颗行星相撞 撞出了现在的地球和月球 最后 月球对地球和生命 有直接的影响 月球的引力造成潮汐 潮汐产生摩擦 让地球自转逐渐减速 一天的时间就越来越长 月球成为地球的刹车片 和稳定器 给你留一个思考题 这一讲啊 我们介绍了 月球对地球生命非常重要 可是月球的诞生是偶然的呀 宇宙中其他的行星 没有这么大个头的卫星 那是不是外星人存在的概率 就大大降低了呢 你可以留言 谈谈你的想法 下一讲啊 我带你离开地月系 去更远的火星看一看 下一讲见